今天我們介紹微斗二人粥 材料有微斗二人和白米 例如我們吃完一些日本料理 或者吃完生菜之後 第二天可以煮這個粥用來養胃 去水利濕消腫和健脾 這個粥如果你的腸胃比較障瞞 例如經常吃濕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微斗是比較濕的東西 如果你本身有痛風也要注意 因為斗類會容易引起痛風 只要雙三人的材料加入適當的水 煮大概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Yahuuu